2021第四届 美国传承被国际艺术节迹象抗议英雄致敬慈善音乐会 于近日在南加州圣地马斯艺术剧场盛大开幕 出席当天开幕仪式的有美国梅拉诺文化演艺执行总裁 艺术节主席索菲 洛杉矶郡医院专员Genevieve Claver博士 以及洛杉矶郡郡长代表吴中国 圣盖博士市长廖清禾 亚凯迪亚市市长戴守珍 西科文纳市市议员吴同怀等 众多南加州当地的民选官员及代表 当天的开幕式演出分为《最美逆行》 致敬英雄 《花好业园》三大篇章 由主题朗诵 音乐演奏 歌曲演唱 戏曲表演等诸多形式构成 作为致敬抗议英雄的主题音乐会 带领现场观众沉浸在全体洛杉矶市民抗议的特别时刻 这是自疫情以来 我们在剧场复业的第一场演出 那么我希望通过今天的演出 能够为疫情中的你解去一丝压力 为您送上一份温暖 美国梅拉诺文化演义也非常荣幸 能够和洛杉矶郡政府一起 共同主拜这一场致敬抗议英雄的慈善音乐会 希望通过最美妙的歌声 最动听的音乐致敬抗议英雄 并对你们受伤一声谢谢你们 你们辛苦了 本次的音乐会演出 由美国传承杯国际艺术节组委会主办 美国梅拉诺文化演义集团 美国洛杉矶政府 美国英雄传媒有限公司共同举办 音乐会特邀了曾参加一线抗议的 洛杉矶郡政府 洛杉矶医院的医护人员 洛杉矶警察局 洛杉矶消防总队及家人前来观看演出 洛杉矶卫视林汉琴洛杉矶报道